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 楊切實帶來的 我不知我愛你 楊切 每當我的心裡想起你的時候 每當我的心裡想起你的時候 你那含笑的臉龐 給我帶來一份甜蜜溫暖 我曾經覺得 有一顆影子在我心裡 哪有甜蜜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愛你 好像是你 藏住在我的心頭 每當我的心裡想起你的時候 每當我的心裡想起你的時候 你那含笑的臉龐 給我帶來一份甜蜜溫暖 感受 我曾經覺得 有一顆影子在我心裡 那麼甜蜜 我無知是不是適合你 好像是你 總是在我的心頭 Oh,oh,oh,oh 很棒 Everybody 我总觉得有一颗影子在我心里 那样甜蜜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爱你 好像是你 穿住在我的心头 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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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知我爱你 杨怯实 好辣 首先请到洪敬阳老师请 倩石好像不是我们认识的倩石一样 今天呢 真的你开始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就说 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 真的就是像一个在这个舞台上表演那种 动感 歌后 把现场的气氛都炒热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表演呢 有时候让我们评审在这里 不只是好像一直盯着 好像就是要抓你的缺点 我们反而是享受 而且还几乎要跟你一起唱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成功的 掼略了每一个人 倩石你今天高音或者是一些反拍的时候 拿捏的还不错 因为我就是很怕你反拍 那些东西都 就会有一些拖的音 或者是slide的音 过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是 我会比较不希望听到的 特别是老哥 那我希望老哥 透过你们的表演 可以让他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觉得 倩时今天是做到的 很棒 加油 林陆轩老师请 我觉得 倩时今天 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一只 霸道的小野猫 非常的神秘 然后又非常的有自信 我觉得你今天 完全没有畏惧 在这个舞台上面 你们那个丹田 其实跟着阿凯不晃多 不管怎么动怎么摇 你们都不太会动 那个丹田就在那个地方 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然后你一开始唱 那个八度的音 然后到这个剑奏 又高上去 那个虽然不是海豚音 对不对 那个其实比海豚音还困难 因为那就是你直接高八度 那是要靠实力 这首歌因为它非常强 然后是摇滚的感觉 如果是以我的建议 我会觉得说 你在主歌的部分 有些地方可以稍微有点微调 例如你在唱前两句 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 那两句很有力 我觉得很好 因为那代表你又神秘又自信 可是接下来 我觉得可以再收一点 这样才不会整首都会听起来 好像一直都在一个强度 因为都在一个强度 听起来其实会累 所以我觉得那是层次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都觉得今天表情是非常的棒 好 请加油 谢谢老师 是的 玛丽老师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眼神很杀 可是我觉得还要再多一点点 放电的感觉会更好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你的表演 这一次真的超到位的 好好看哦 然后只是我觉得说 就是又唱又跳 最吃亏的就是在喘息之间 那刚开始的时候都非常好 就每次都是在最后的时候 因为太喘了 太喘 有的时候可以 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态度 就比方说 你可以在比较长一点点休息的时候 你就先深呼吸 然后你再把句子完整的唱出来 可能会比较好 就是有的时候小小的微调一下 可能你就会唱得更稳 很棒 好 谢谢所有评审 接下来我们看杨倩石的这首歌 能获得几分呢 评审请给分 因为眼人变身成一只 性感又霸道的小野猫 杨倩石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70 80 90 90 91 92 小数队继续跑 恭喜得到92.6分 谢谢 目前三位选手是杨倩石 暂时领先92.6分